就是Sara是不是你的助理 然后你对她印象怎么样 当年你是怎么样发掘这位现在共亏的挺国大将的 你方便回答的话你说说 因为我们从很多的渠道都知道 说是最早还是你发掘了这一位目前共亏的一个左逼右榜 保释 对这个方面确实促成了一个大错 客观的来说是大错 当然不是有意促成的 我可以讲这个来源 就是当时不是要成立这个推特党吗 推特党的话我们就是还是采取民主的方式 就是说在网上就当时挺国的积极分子大家报名 然后当时呢Sara就报名 然后这些挺国的积极分子呢又开始投票 就是选这个大概是七八位就是比较能干的 有时间就是做这些专业的网上的推广公文贵的一些事情呢 这时候这个这个Sara呢当时呢就表现比较突出 他就是基本上一天二十小时呢都在做这些挺国的事情 而且呢毫无怨言毫不要报酬 当然当时谁都不要报酬 但是不要报酬大家因为还要生存嘛 所以干个一两天都离开或者再休息一两天之后再过来 只有这个Sara这一个人呢 好像就像一个机器一样 一天二十四小时七天都在这个做这些事情 而且呢从来不要报酬 所以呢当时他就显得比较突出了 所以在推特党他就是做一些这些杂事 但是这个人呢是这样 我也现在觉得非常奇怪啊 就当时他为什么这么私挺 而且是不计这个任何的成本 当时公文贵也当时就已经发现有这么一个人 他自己给我说呢 他是在这个那个什么州啊 就沙漠很多那个州啊 还有那个城市叫什么Touson吧 然后他又说他也是基础徒啊 他说他在一个军营里做发放那个食品的工作 所以一天对着电脑没事干 所以说有大量的时间 反正这些真的假的呢也搞不清楚 而且呢当时公文贵还给我提出了一个非常怪的一个事情 他说你啊有时间你去那个看一看Sara 那个州叫什么 黄慧编能不能给我提示一下 亚利桑那州吧 德州的那个亚利桑那州的图生市 亚利桑那 他说突然有一次说是叫我去那个亚利桑那去看看那个Sara 我说这个太突然了这种想法我都没有 所以说那个Sara是不是他提前安排进来这个队伍的呢 这个事情也是一个谜 这个以后可能才解开 然后我们在东京开了会之后呢 那就明显的跟公文贵要决裂 这个时候Sara就完全就变来了 那以前呢对我是可以说也是这个非常尊重了 那我说什么就做什么 但是自从我们东京会议开完之后 他那个就变成一个凶声讹煞的一个女巫婆了 他一下把那个推特党那个推特的号码给抢走 把所有的东西都抢走 然后我跟他在网上搜一些聊天 你就看到他就对我非常的恶狠狠 你就看到那个人呢就是在那么几个小时之内 就变成一个凶声讹煞的人 你就看到他实际上他是百分之百是听公文贵 他为什么当时这个对我比较重重呢 听我的话就是因为我当时不是挺过吗 我如果一旦不挺过了 那他马上就变成一个凶声讹煞的人 所以当时他就开始耗了那其他的蚂蚁来攻击我 就是那些而且把那个推特党的那些账号 所有的他全都给拿走 所以这个那个女的这个到现在这个情况呢 我对他也没什么判断 或者他可能就是真的是私听锅的一种人 看到郭文贵这个反共呢 或者说他这个他也是单身女的吧 可能就是有一种那种新的幻想 所以在那里迷恋 这是一种可能性 还有一种可能性呢 还有一种可能性 可能就是他们国家本身的人 从中国大陆带过来的 然后就擦在这个党里面私庭 但这两种可能性呢都没有得到验证啊 但是有一个可以马上验证 就是他会成为一个殉葬品 他会成为跟公会一块死的人 因为他这个他就是一个私庭 最后也是死得非常惨的一个 我可以这样预言 对 好的那个西诺还有补充 来请讲 我就跟保证讲啊 你说毛泽东怎么会喜欢江青呢 来 我跟蒋 蒋给你听 江青很漂亮 不是 漂亮的人多啊 漂亮的人不是一个人两个的 当时的时候 围在毛泽东身边也很多人 但是呢 江青有一点 他在毛泽东到那个延 这个抗大去讲课的时候呢 他呢 买通了那个康生 他说我就要坐在第一排 然后第一排坐在那以后呢 他就呢 就是 就是要死盯着毛走去 一直盯着看 然后呢 要想提问的话 他认 第一个提问 然后呢 他问毛呢 他说 我能不能 个别的向您请教 毛呢 也是有一大危害呢 好吧 那个也可以吧 就这么答应一下 江青呢 第二天就去 他知道毛泽东呢 早上是不起来的 他就到那个摇洞 那个地方去喊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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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警官员就来说 你干嘛呢 干嘛呢 你是谁啊 他就叫 毛泽东在里面睡觉 听说有人叫他 而且这个声音啊挺好 因为江青唱京剧啊 他那个加声特别漂亮 特别漂亮 毛泽东一听就说 你谁啊 我谁谁谁啊 我要见你 我现在请教你矛盾论的里面 所以 两个问题呢 后来呢 毛泽东呢 觉得 让那个警问员呢 就把他叫进去 所以有的时候 女人的心计啊 这个心计是 往往是我们男人 没有办法琢磨的 有些人是公有心计的人 保胜 你没有料到 这个女人是公有心计的人 就是说有些人的 女人的心计 公有心计啊 是我们男人 有的时候没有料到 是 那个保胜还有什么补充 他说的这个话 突然想起就是 上次那个天真会上 就是有关那个夏野良 那个女的事情 那女的刚才呢 就是说 他说他那个 就有很多的证据啊 然后那个人是夏野良 我多次的给他说过 是不是夏野良 他说夏野良的那些视频啊 这个推特他竟然看 所以他确诊是夏野良 然后呢他就 包括那些他的兵力啊 很多的材料 他都给我 这个当时给我了 后来呢 是这个 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啊 就是他这个人说明了 他这家伙是很有功于心计的 就这个女的告诉我呢 她说她有一个朋友啊 她的这个朋友是女的 这个女朋友的这个丈夫啊 认识王岐山 跟王岐山呢一块到 这个拉斯维加斯吃喝嫖酒 还有一些照片怎么怎么啦 他说你这个 他可以搞到手 那我把这个消息也跟郭文贵说了 那郭文贵高兴的 那她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了 但是后来呢 后来她这个 我又向那个女的就问我 那你这个那些照片啊 还有包括你那个朋友的这个丈夫 她说现在已经七八十岁了 我说虽然老啊 能不能就是访谈啊 能不能就是 就做一些作证啊 一些事情 把王岐山这些兜出来 她刚刚说可以 后来她就 就就撞了嘴了 就说不行啊 怎么怎么 反正 现在来看那个女的 确实是公欲兴棄的 她就是说这个 郭文贵干什么 她天天盯着啊 如果悬赏她就 扮演那个受害者 然后又悬赏这个 王岐山的什么事情 她又说那个 她的朋友认识王岐山啊 所以那个 刚才就是这个 西诺说的是对 就是有些女人 这个公欲兴棄 就把我们那个男的 就是片的这个 分分钟给转了 我当时是真的相信就是 她确实是这个 一个受害者 那后来我也 刚开始也相信 就是说王岐山那些东西 是真的她的朋友 掌握着 结果可能后来呢 她觉得这个 谎太大了 她自己就是 又拒绝 总而言之 这个就是个女骗子